我們接下來要介紹一個很重要的功能叫做縮放 就是所謂的Zoom In Zoom Out 這個東西基本上真的非常重要 然後我們在Logic Pro X裡面的預設的快速鍵 其實就是扛面按住後的方向鍵 那你也可以從滑鼠面板上這邊可以做縮放的功能 我們先介紹這個就不用介紹 因為這個大家都知道 再來介紹就是所謂的快速鍵 Command加上方向鍵 我越講越會大解 Command按住後按右它就會放大 按左就會左右的縮小 按上就會上下的縮小 按下就會上下的放大 那這個OK這個是一種方式 然後第二種方式是 如果你是Mable Pro的話 你可以用兩隻手去進行放大縮小 有沒有 但是它只會左右放大縮小 應該是不會放 對沒錯經過測試是左右放大縮小 有沒有 好這個是放大縮小的方式 就是Command方向鍵 然後或者是你在軌跡板上面 觸控板上面做兩隻手指頭的縮放 好這是第一種 這樣有兩種了嘛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還有一些 基本上的縮放功能 譬如說我們剛剛有講過的 之前有講過的Zoom Tool有沒有 那你可以用Zoom Tool去做縮放 然後按Option鍵回來 就是回到上一個的放大比率 那我也可以就是繼續放大 然後按住Option後一層一層的回來縮小這樣 好這是用Zoom Tool去做 然後還有一個功能 各位應該也知道就是 喔對這邊再提醒一下 如果我現在選擇的是Zoom Tool 然後我要回到我們的Point Tool 就是那個滑鼠的那個箭頭的時候 按兩次T就會回來了 有沒有好那還有一個功能 其實在Large Pro 9這邊的時候 是按住這個上面的小結束的下半部 有沒有這邊有刻度的這個地方 當你按住後 基本上在Large Pro 9 是上下它就會縮放了 好可是在Large Pro X的時候 是你要多加個Option鍵 它才會上下縮放 有沒有 各位可以試試看 這個 這個其實基本上我有查過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這樣本來我一開始很不習慣 因為很不方便 可是我稍微有研究過一下 就是Google一下 就是其實有很多使用者在 直接讓你在直接拖的時候 很容易產生錯誤 可是這個我不知道 因為我自己沒有發生過 但是它所以Large Pro X現在改成 就是當你按住了後 你再加上Option鍵 才有辦法這樣上下移動的時候 去縮放 進行縮放的功能 好這是一個 好那還有一個功能 譬如說假設是這樣 我在我設定了一個四小結 好當我在做音樂做一做 然後我想 我突然想要針對 某一個四小結進行 譬如說編輯也好 或是看放大它 或是怎樣 這個時候我可以做什麼 我可以按住Ctrl Shift Z 然後它會變成 蹦 它就會把 你那四小結放到最大 然後符合我們的那個面板 譬如說先把這個inspector關掉 再按一次Ctrl Shift Z 有沒有 這個功能還蠻方便的 好然後再來 還有一個功能 叫做 呃 在Logic Pro裡面可以設定 三個不同的縮放方式 然後這些hard key是這樣喔 我先把這個關掉 譬如說 我們先做一件事 我們先做到最 最小 呃 這樣子好了 我們先這樣子 我可以按住 Ctrl Option Command 就是加上Shift 然後按下1 然後我們就會存成一組 然後這個時候我再放大 存成第二組 一樣是Ctrl Option Command 加上Shift 按下2 然後就會第二組 然後我們再放大 Ctrl Option Command 加Shift 按下3 就會存的第三組 好這個時候 我按住 Ctrl Option Cmd 好 會打結 然後沒有Shift 這次沒有Shift 我按下1 它就會跳回原本的大小 按下2 就會 再按下3 這三組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的hard key介紹 快速鍵介紹 好這邊點掉 我可以直接在這邊 這個欄位上面 Ctrl Option Cmd 1 Cmd Record 這邊有3組 然後 Safe Safe Zoom 這邊有3組 然後我們剛剛介紹的 Ctrl Shift Z 有沒有 就是去Fit Locator 有沒有 好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Z的按鈕 這個Z的按鈕 其實還 其實如果你會用的話 其實很好用 譬如說 譬如說這樣好 我現在什麼區塊都不選 我按Z 它就會回到整個畫面讓你Fit 所以所有的區塊都會Fit整個編輯的畫面 那如果我點了某一塊 按Z 它就會放大這一塊 然後 或者是點 兩塊 它就會兩塊 有沒有 所以這個Z的功能其實非常好用 譬如說 我點這個 好 各位記住這個縮放功能在 任何的編曲 錄音編曲的軟體裡面都非常重要 然後 所以我們剛剛再一次複習一下 你可以用 第一個最簡單的最笨的方式 你可以用右上角這兩個去進行縮放 第二個是你可以利用軌跡板去進行縮放 左右縮放 第三個是你可以利用滑鼠按 按按住這個刻度的下半部 然後按住Option鍵 上下進行縮放 有沒有 然後再來還有什麼 Zoom 2喔 T9 然後進行縮放 然後Option鍵按住就回來 有沒有 然後再來是 你利用儲存好的三個放大縮小的比例 就是Ctrl、Option、CMD三個按住後 如果你要Save的話 是Ctrl、Option、CMD加Shift 1、2、3 然後當你要 就是 跳這三個之間跳的話 就是Ctrl、Option、CMD按住後 1、2、3 有沒有 它非常的方便 然後接下來是 如果我們要去針對我們的 如果我們區塊都沒有選到 按Z就會 區塊還沒選到的話 是這樣子 等一下我先把 好沒有選到是這樣 然後按Z 它就會Fit 然後這時候如果我要去 只針對某一個區塊 比如這四小節 然後它是根據我們的左右優標 進行縮放的時候 這時候就是Ctrl、Shift、Z 有沒有 這樣來講 各位 有這種 有這幾種方式的話 各位在做音樂的時候 應該 在剪接也好 不管是什麼功能 什麼工作環境也好 這樣你就有很多選擇可以進行縮放 這是非常重要 而且 會讓你更快速的 會讓你工作流程更快速這樣 OK ków圍 開始 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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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